肖战和钟楚希杀青又互动,两人流言不舍的,拍照时眼神离不开。 在昨天晚上,由肖战黄景于钟楚希他们所主演的王牌部队已经正式收官了,结局很完美,我们都是依依不舍的。 而且,全员都发了微博告别自己的角色,尤其是肖战,他在饰演顾一野的过程中完全把自己带入其中。 他已经彻彻底底的把自己当成一名军人了,在杀青的时候,他也是非常不舍。 在收官的时候,他也和剧中的钟楚希互相留言,其实很多人的一难平,应该就是肖战和钟楚希刚开始的那段恋情吧。 他们两个都是彼此的初恋,因为很多原因没有走在一起,这也是大家心中的一难平,不过好在大结局的时候,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,都生活的幸福而又美满。 不过,肖战在私底下和钟楚希已经不是第一次互动了。 之前在刚刚开播的时候,钟楚希还发文艾特肖战,肖战也非常开心地回应。 在分手的那一天,钟楚希再次和肖战微博下互动,也许是为了提高收视率,也许是为了增加人气吧。 钟楚希给肖战留言,再见一野,你好肖朋友,而肖战立刻回复他,再见男征,钟老板冲,看到他们两个再次互相留言,表示不舍也足以见得。 在拍摄的过程中,大家都是非常愉快的,两个人在留言的过程中表示了不舍,而且在拍照的时候也站在一起,两个人的眼神都离不开对方。 也许真的是剧中的一难评吧,现在肖战也有了自己的新的行程,在忙着彩排《如梦之梦》,而钟楚希和黄景瑜他们也合作了一部戏,而另一位男主角正是王一博。 现在王牌部队已经正式和大家说再见了,虽然有很多的不舍,但是也很期待以后各位主演能够带给大家更多优秀的作品,而且在杀青的时候,他们也举办了杀青宴,当时不胜酒力的肖战也喝了很多酒, 最熏熏的样子非常可爱哟。